美玲老師 我們就來看看 什麼樣姓名筆劃的男人 很會疼老婆 我們有兩種 一種在行動上很會疼老婆 一種是在經濟上很會疼老婆 你知道在行動上 比較會疼老婆的這個男人 都是比較熱忱 比較喜歡主導生活上 習性的人 我們來看 這個不管其實不管你人格 地格有對到都算好 我們來看看有哪一些男人 在行動上比較會去疼老婆的 這個有 人格或地格 它對到其實都算好 有13話 15話 20話 29 31 它會比較體貼 比較細心 老婆 比如說老婆要吃什麼 她會去買 而且老婆 她要什麼她都會去做 這個老婆的 她很會照顧老婆的爸爸媽媽 比如說爸爸喜歡喝酒 她就會陪她喝兩杯 爸爸喜歡喝茶 她就會去買好茶給她喝 然後媽媽喜歡聊天 她就會坐下來陪媽媽聊天 而且這個很奇怪 有這些筆劃的男生 大部分很多都會燒菜的 有這些筆劃的人 很喜歡做服務的動作 什麼叫服務呢 比如說我們出去開車門 她會說小心小心不要撞到頭 然後吃飯她會幫你夾菜 然後做什麼她都會去做服務 就是說她比較會去 為對方去做事情 所以你看像你有13的人 你會很照顧恩希的爸爸媽媽 他的感受 比如說他喜歡吃什麼 你會去買給他吃 然後喜歡什麼 你會幫他做 就是你比較會 為另一半去分擔解憂 會擔心什麼 比如說以後你們有小孩 你是會照顧小孩的那種 有的先生是不會照顧的 你不要看他脾氣不好 他是會照顧 比如說他會帶小孩子去上學 他會想要幫你分擔你的一些事情 但有一些老公 即使老婆迷糊不做了 他也不會去想要幫他分擔的 這個就是他比較有關懷之心 比較關懷對方 所以他就比較會去為對方 去做某些事情 但是相對為對方 喜歡為對方做的人 相對他也比較喜歡主導對方 所以你會覺得他好像什麼事 都比較管著你 把你像孩子一樣管著 因為他也擔心你這個不好 那個不好的 所以他就會幫你做很多 所以我們行動上 比較會疼老婆的 相對的他也會比較管 他的生活上的事情 再來我們另外看 這種就金錢上 比較會疼老婆的 這個也是人格或地格 有對到都可以算的 他有16話18話19話2831 有這些筆劃的人 你知道我們在金錢上 比較會疼老婆的人 他比較捨得給老婆 比如說老婆要花錢要買包 或者是要跟姐妹她出去 喝下午茶要幹嘛的 他都比較會去付出的那種 但是會付出金錢的人 其實對老婆是比較沒有耐性的 就是用錢打發掉就好了 就說沒關係沒關係 你什麼你 反正你告訴我多少錢 生日沒關係我給你錢 然後買房子 他會捨得買給老婆的那種 你呢 因為你是13話 13話的人他是付出行動的 就你什麼事你都要幫他做好 但相對你在幫他做好的 這個過程當中 你也幫他當成像小孩子在照顧 所以他稍微一個不對呢 你也會唸他會不高興 會 我會 所以我們會付出行動疼老婆的人 這代表說他是體貼的 但是他站在另外一面也是 會比較唠叨的 比較干預他生活的 所以這種也是一種疼的方式 另外一種的是在金錢上 這些是比較愛賺錢 比較有動力 但他愛賺錢的過程當中 他是不管老婆的瑣碎的事情 還是你自己帶 你爸媽生日 你爸媽結婚中年 來老婆這個錢你帶老婆 你帶爸媽出國去 他是屬於用這種方式在疼老婆 所以兩種方式疼老婆不一樣